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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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熱力學的第二定律 大概我們在上個星期 就是第一定律的部分 我們已經講了就是說 它的風跟熱 如果你把它寫成這個 這個維吻式子的話就是代表的 這個DQ 的話就是這個System 我們說這個系統 進來的熱量 DQ 是系統對外面的作品 這兩個的差就是變成系統內部 它的Internal Energy 的話 從這個D定律裡面來講 我們在商談課裡講過說 基本的方面 Internal Energy 的話 它是一個Temperature 的好處 所以我們只要 D定律好像看起來就是說 我只要控制溫度 控制好的時候的話 那DQ 跟DW 把DU 控制住的時候 我就有很大熱 空空之間 就變成DU 如果是很低 那DW 跟DQ 就是相同 對不對 那換句話說 這個意思就變成是說 我從熱裡面拿出熱量來的時候 從某一個系統拿出熱量來 我可以變成 所有變成有用的工 但是 這個東西是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原因是在哪個地方呢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的工 所謂的工的話呢 所謂的工的話呢 是一個 它是一個有次序性的 也就是說你在做工的過程當中 不管你的真子或是什麼 它是一個有次序性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一個 ODER 的這個Motion 的部分 但是 我們說Infernal Energy 這個DM 呢 是我們系統內部的particle 它在那邊運動 這個運動是什麼 是一個Rounder 的運動 那既是一個Rounder 的運動的話 它是一個Disorder 所以你現在你看到的 一個事實就是說 對於一個 ODER 的Motion 你很有次序的 你要變成Disorder 這就像什麼 一杯紅豆 和一杯力豆 你把紅豆跟力豆 啪 倒在一起 全部變成Disorder 你不會摧灰之力 對不對 但是 你現在把你倒掉的 紅豆跟力豆 已經混在一起了 要回覆 成我一杯紅豆跟一杯力豆 就把我們的錄影 來倒帶一下 理論上是這樣子 但是 實際上呢 你根本不可能用倒帶 像我們剛剛一樣 一杯紅豆一杯力豆 啪 它就混在一起 你必須要怎樣 慢慢的一顆一顆起跳 對不對 所以 你從有一個 有序的到無序的 換 從無序的跳到有序的 非常非常的混淡 OK 那你就要慢慢挑 你就挑到什麼 挑到非常精疲力盡的時候 因為你如果豆子很多的時候 你可能只挑了一部分 讓它說 這邊看起來比較紅豆 這邊看起來比較低豆 所以基本上 就是第一定理 告訴我們的 Internal Energy 跟這個 Hit 跟 Mechanic Energy 之間的關係 這個關係是 只是跟我們講說 如果 OK 你U是等於0的時候 它是可行的 但是事實上 他不是可行的 不可行的这件事情 就要用乐力学的第二病理来规划 乐力学的第二病理告诉我们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 有第一个以公的观点乐的观点来看 第二个是以order-disorder的观点来看待 他有非常多种的讲法 第一种我们先来看待 我把他直接写到这里 第一种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说 乐力学第二病理 第一个方式是Kevin 讲的 Kevin 怎么说呢 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什么东西不可能 我说如果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是一个冷机 就是像冰箱一样的 那你从这个冷机里面呢 就是冷冻机里面呢 你从这个低温热度 他说你要把一个系统 你从一个低温热度里面吸收能量 然后把他完全的转变为工 我说把他完全转变为工 比如说他说从一个系统里面 你把他失收热量 然后完全把他转变为工 那这个 这个 在乐力学第二病 第一病里面是可惜的 但是 这个Kevin 发作 就是说 这是不可惜的 这是第一种方式 这Kevin 讲的第一种方式 那这个方式的话呢 告诉我们 刚刚我们在那边讲的 就是说 BQ 全部变成 BW 这件事情的话 因为这个不可能 这是我们从热机的观点来看待 另外一个是从冷冻机的观点来看 Clarcius 这两个人呢 都是在乐力学的两个代表性的人 Clarcius 是什么叫呢 他说 Clarcius 他就说 他说 从一个热的地方 对不起 是从一个冷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 我说从一个冷的地方 然后把热量传到热的地方 这就是唯一的东西 我们说冷冻机的时候 这边要加什么 这是要加Energy进来的才可以 对不对 但是现在他告诉你说 如果BW是等于0的时候 那 QC 从冷的地方 传热量到热的地方 那这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没有BW的情况之下 我从低温热库传冷量到高温热库 其实一个是从热机的观点 一个是从冷冻机的观点 来讲热力学的第二定律 那实际上这两个的讲法 全部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怎么合并呢 我说基本上面这两件事 其实是一件事 我就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两个人 一个是热机 一个是冷机 然后一个是高温热库 那我说 如果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的这个原来是热机里面是 Engine 是 QH 然后我希望变成我有用的工BW 但是在实际上的系统里面 我已经告诉你们说 他一定会有热量排放到低温热库里面 这是真实的情况 那如果我现在假设我现在说 Cautious 告诉你说 这是不可能的 假设我现在违坏Cautious 的定理 也就是热力学的第二定理的话 那我表示是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QC的Energy 在经过一个冷冻机 然后直接传过热量到QH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 反正我从这个机里面 虽然在实际上的定理里面告诉你们 你一定会有这个量排出 但是假设我有一个机器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理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热再把它吸收到高温热库了 然后他又经过一个这个这个真实的Engine 所以这个循环你就可以什么 远远不断的循环了 换句话说这个实际上的Engine 实际上是什么 你到最后你慢慢的把这个热在等于热再加 它不能讲加工 把这个热再经过 这个过程再回来 又变成有很多有用的风跑出来 所以循环到最后这可能就是 这边会越来越少 这边会越来越过 Final就是变成通通变成有用的风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 假设这个不成立的话 那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个部分是不成立 那如果成立的话 那你就违反了这个热力学的第二定理 就是Kevin讲的部分 Kevin讲告诉你说 这个你不可能 这边东东没有 然后直接把这个 所有高温热库的热 全部变成有用的够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 换句话说我刚刚讲的说 如果这个一直循环 循环到最后的话 那你就是尽效应就变成 高温热库里面拿热 然后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黑本讲的 那第二种情况 一样的 那我们说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是 装置 是 这个 黑本说不行的东西 我说我可以有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那这个系统呢 engin 出来的热量 全部变成功 那如果你全部变成功的话呢 那换句话说 我就有办法 好 我们说我们本来的冷凍机 你要从低温热库拿热量出 然后把它放到高温热库里面去 那这个东西呢 但在 Clausius 告诉你说 你不可能只有这个动作 那实际上 你也是必须要把这个 外界要有工 进到这个系统里面 这个冷凍机才会运作 但是假设现在有一个机器 是Kerry讲的 我可以从高温热库 全部把热量变成功的时候 那这个功就可以 源源不断的供应这个冷凍机了 那这个冷凍机呢 就可以把从低温热库的这个热量 把它移到高温热库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性效应 其实就变成什么了 变成我从高温热库吸收的热量 变成功 然后这个功来就把低温热库的 QC移到高温热库 所以这个已经告诉你 热力学第二阵里告诉你说 这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讲法 其实就是一种讲法 从全部的讲法都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冷凍机跟热机的部分 这个这一个部分 DW 不等等于0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里面 QC 等于0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大力学第二阵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整个结果 那我们觉得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说 那你告诉我说 好 一定要有这个 disorder 能量 就是 QC 跑出来 就是 QC 跑出来 这边呢 一定要有功跑进去 那到底一个 engine 一个引擎里面 它的热效率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接着我们看到的这个 Colocycle 的部分 但是Colocycle 就是我们探讨整个热机里面 以这个热效率最好的情况 那我们说在 PV 图上面 我先画两个等温线 OK 这两个等温线呢 一个是 TH 一个是 TC 这不同的这个温度下面的等温线 那这两个等温线之中呢 我们把它画两个绝热线 OK 这是节热过程 这也是节热过程 那这两个是节热过程 那我们说我们整个的系统是怎么应做的呢 从 A 点到 B 点到 C 点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A 到 B A 到 B 的话 它整个是等规 然后你是在膨胀 所以你看到你的这个 Polet 已经变化了 然后 B 到 C 的过程当中 你变成是绝热膨胀 然后 C 到 D 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等温过程 那你是压缩了 那再来从 D 到 A 你看你是一个绝热的压缩过程 这整个过程当中 两个等温两个绝热 你就可以看到这整个系统是走的路径 就是从等温膨胀到绝热膨胀 到等温压缩到绝热压缩 这个就是你的卡路径法 OK 这整个就叫做卡路径法 OK 对这样子的一个卡路径法来讲的话 它的热效应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A 到 B 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等温过程的部分的话 那你很简单的看到等温过程 我们如果用 idea gas 来讲的话 我们的 U 是跟 T 有关系的 所以你现在 A 到 B 的过程 因为你是等温 所以比 U 是等温 那 D U 等于 0 的话 D U 是等于 DQ 选 B 到 U 换句话说 DQ 是等于 D 到 U 它 D 到 U 是等于多少人 D 到 U 的话是 这个是一个膨胀的过程 可以看 换句话说 idea base 的 T 是等于 P B 等于 N R T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Q 啊 要编续区分语 Q 是等于 N R T B V 从 VA 到 CD 那这边 D Q 十一分 这个就是 A 到 D 的过程当中 你所吸收进来的 对方 那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 N R T 到什么 这是我们 A 到 B 的过程当中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 B 到 C 的过程 B 到 C 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绝热的过程 ok 那你是绝热过程的部分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你必须遵守 P V 的 gamma 是等于 constant 那 P V gamma 是等于 constant initial step 是 B point 到 final step 是 C point ok 那你把 P V 等于 N R T 带进来 那你就可以知道 P V 是 N R T 那 N R T V V V 的 gamma 解固 就等于 N R T C 的 V C 的 gamma 解固 所以两边的 N R 把它消掉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高温的 T C 是高温的部分 T T T 是高温的部分 所以 D H V 的 V gamma 解固 就等于 C 点是 D 分 的 D C 的 V C 的 gamma 解固 那再来我们从 C 点到 D 点 C 点到 B 点 其实跟 A 点到 B 点 是一样的 只不过 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 D Q 是等于 V C 到 V D V 分 是 N R T V V 这两边 那你看到了 这个总共的 从 C 点到 D 点 基本上面就是我们的热量 Q C 的值点 热量放出来 那这个热量放出来的结果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 N R C V C 这个 T 的话是 B C OK 然后 LOG 的 V D V C 但是 B 跟 C V D 的话是比 V C 来的小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V D 的 N R 点到 A 的部分 V D 点到 A 的部分 其实跟 B 到 C 是一样的 B D的γ 就等於高溫熱貨 H V A的γ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 把它比一下好了 我們可以看到 我先把這兩個先比一下 QC 比 QH 那你就把它比起來 這邊的 T 是 High Temperature 就是 TH 比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是在比 H TH 比 T C 然後 Log 的 V D 比 V C 然後Log 的 對不起 就是在分比 A Log 的 B 比 C 那我們主要是要看這兩項的筆詞 那你再把 就是 C 1 4 第 2 4 第 3 4 第 4 4 你把 2 跟 4 比一下 OK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把這兩次比一下的話 V H H 的部分 V A 與 V V 比 V A 的γ 解 1 就等於 V C 比 V D 的γ 解 1 沒有問題 所以 你會發現 這一項 跟這一項的筆值 因為γ 整形把它拉掉 這個其實是差了一個負號 那這個負號的部分 基本上這個負號 我們就是把它放在這個號 因為它本來那個熱就是 是發生出去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的比值是相同的 換句話說 Q C 比 Q H 你基本上就變成是 T C 比 TH 的絕對值 OK 那你的 Channel Cycle 的 Efficiency 我們已經知道 一個 Engine 的 Efficiency 是等於 Q H 比 Q C 換句話說 就變成是 1 解 T H 比 Q C Q H 比 Q H 比 Q H OK 所以 如果你為了讓更 這邊的負號把它弄進來的話 我們這邊是把負號 加在這邊可能最好一點 因為你這個是 Opt 的部分 Opt 的部分 依照我們這邊的定義 進去的維正 所以 Opt 的的話 這邊一定是 Q C 比 Q C 然後 Q C 的部分 是等於這麼多 所以 這裡的負號就不會有存在 它就會很順 這就是我們卡諾循環 最後的結果 換句話說 你看到這個熱機 它的熱效力 也就是它的 Efficiency 的部分 是跟整個的 你的工作的 兩個等溫線有關係的 OK 跟你的 process 到底這兩個 結熱過程怎麼取得沒有什麼大的關係 只跟 H T H T H 跟 T C 有關係 就是兩個等溫的過程 等溫度有關係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對 Carro Cycle 來講 每一個過程 這是等溫過程 這是決熱過程 在等溫過程 在決熱過程 這每一個都是可以可逆的 所以我們在整個系統裡面 你也可以把這個 Carro Cycle 把它這個 運作的方向變為相反 那相反以後就變什麼 就是我們的兩個等溫線 然後兩個決熱線 你把它運作變成相反 那運作變相反就是我們的熱機 那對我們熱機來講的話 那你要算的就是 你的 K 值 就是我進去多少工 冷凍機的部分就是 我花了多少工進來 才能夠從低溫熱庫 提供出來這個 Energy H 那就是 QC 的部分 那在我們的這個 Carro Cycle 裡面的話 W就等什麼 W 其實就是等 QH 值 QC OK 所以你馬上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總共的結果就是 TH 值 T C 分之 T C 這是我們卡洛星嗎 把它電倒過來 因為它是一個可逆的形狀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顛倒過來 就變成冷凍機的形狀 那有同學也許會問說 是不是有其他的機器 它的 Inflation 高於 Paro Cycle 我說沒有了 Paro Cycle 的 Inflation 就是所有的熱機裡面 熱機裡面最高效率的 就是 Paro Cycle 那這個就是 卡洛星環裡面在熱力學裡面 其實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位 那這次我們在講卡洛星環的部分 那我們說 我把最後的結論 這個在兩個溫度差底下 沒有一個機器 換句話說 從這裡面能看到 沒有一個機器 它的 Inflation 是比 這個 Paro Cycle 還來得好的 OK 這是我們這個 Paro Cycle 裡面 在熱力學裡面 它的重要性就可以看到 既然已經知道這個 Paro Cycle 這個最主要的這個工作原理 它有一個部分是一個非常簡單 而且非常漂亮的一個結譜 就是在 Paro Cycle 裡面的話 它的 QC 跟 QH 它的體質 就是 T C 跟 TH 的體質 那 Kevin 發現說 這個 Paro Cycle 有這個那麼好的一個特徵的時候的話 那他就想說 我能不能用 Paro Cycle 這樣子的一個循環 來做為溫標的一個認定標準 換句話說 我只要取其中一個溫度 是我已經知道的 而且非常 Bare Define 的溫度 那你去測量 QH 跟 QC 的話 我就可以利用那個關係式 知道另外一個溫度是多少 OK 那你要做次體溫標的部分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 Synodimetic 的這個 Scale 的話 它其實 道理很簡單 我說 兩個溫度底下 它吸熱跟放熱的部分 所吸收的熱量 跟放出去的熱量 然後我只要其中一個溫度 我說我已經知道 那另外一個溫度 我就可以去測量出來 那這個我知道的溫度呢 你看 平常我會把它取為水的三項點的溫度 那水的三項點的溫度是273.16度 這個呢 水的三項點溫度 所以你只要去測量水的三項點溫度 你所在這個溫度底下 所吸收的熱量是多少 然後你這個位置的溫度 我就直接把它寫成273.16 然後 Q 在水三項點所吸收進來的熱量 跟另外一個溫度 你位置的溫度 它的熱量 那你只要去測量 Q 你就可以得到 T 了 用這樣子來做一個溫標的話 這個溫標就是我們的客室溫標的部分 因為 Kevin 提出來的 所以我們把它 用它的這個名字來命名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呢 卻是從討論循環 所帶過以進來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只要去測量某一個熱量 所以他在這個系統裡面這個溫度底下 他到底用卡諾循環 他到底的熱量的這個 input 跟 output 的部分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 你所有的這個溫度是多少